前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委員會有疑議 沒有疑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九條之一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而以本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條或其他法律規定 自政府領取之補貼補助 津貼獎勵及補償免納所得稅 前相自政府領取之補貼補助 津貼獎勵及補償 或得作為抵銷後押 公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十一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打幣二切一百億元 並得失疫情狀況 以不超過原預算額度內再編列特別預算 送請立法院審議 請預算編制及執行 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 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之限制 但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不得留用 前相所需經費來源 得以引用以前年度稅盡剩餘或舉借債務之意 及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 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 第七項規定之限制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和計數 占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遂出總額和計數之比率 不受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期間 中央政府所取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 未長餘額預算數 因應公共債務法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 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紓困證新措施 之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得報經行證明同意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先行支付其一部分 宣討完畢 陳超明委員隨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新特別條例 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 本案調次及條文中之調次如有不一致情情授權意識人員調整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所作之附帶決議一項 請意識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有建於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雇主勞工 受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巨大 順其影響其生計 不論有無參加勞保 政府均依依據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新特別條例 第九條之授權規定 提供紓困補貼及振興等措施 協助及渡過難關元件 請行政院員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勞動部 妥回分工同關擬定各種協助措施 給予標誌協助盡速實施宣讀完畢 請願會有疑沒有疑 招案通過 繼續處理各黨團所提附帶決議 先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之附帶決議 共十項請意識人員宣讀第一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受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影響之醫療事業機構 相關從業人員於疫情期間 因支援防疫醫療工作或因分攤支援防疫醫療工作 同仁之原有業務 導致加班總時數於月免納所得稅之 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 未體恤取等於防疫期間超時加班之辛勞 請衛生福利部會同勞動部及財政部 研議擬定相關規定 於免納所得稅宣讀完畢 宣讀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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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委員會友誼 友誼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本項附帶決議民進黨團 時代力量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請問 theta 作詞 寿 Erde 感谢观看 解决结果 出席61人赞成3人反对68人弃犬0人赞成者少数 附带决议不通过 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二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第二项 受严重特殊传染心肺炎影响 而发生困难之产业事业医疗机构 于此疫情情间 营收孔出现严重短暑 为维持其营运可能性 避免失业率扩大 财政部应定定一致处理准据 积极协助营运困难之产业事业 医疗室机构等营业人向基增机关申请 核准退还营业税至亿付留底税额 增加可以支用至现金来源 已度过疫情寒冬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有意 有意我们进行表决 针对本项附带决议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表决结果出席67人 赞成3人 反对58人 弃权6人 赞成者少数 本项附带决议不通过 请议宣读第三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为协助受与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影响 而发生营运困难之旅馆业及观光旅馆业 与遭受疫情第一线冲击之余的维持营运可能性 避免营运困难加剧而造成失业率扩大 参作SARS疫情图困作为交通部应拟定相关办法 以其本年度防务税及进加税各25%为计算基准 补助业者营运费用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有意 有意我们进行表决 针对本项附带决议 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和声音计本人 贊成3人 反對有18人 棄權3人 贊成則少數 本項附帶決議不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四項附帶決議的內容 有關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以使世界各國陸續實施入促進管制 我國更以限制全球非我國籍人士入境 除相當程度衝擊人民之居住遷徙權力 以使人民之家庭團體權力有遭受侵賴之嚴重疑慮 我國雖定採取向住外管處核發特別入境許可 即109年3月21日以前 以免簽證落地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境我國 且停留期限尚未於其外籍人士 其在台的停留期限一律自動延長30日 勿須另行申請 為在台總停留天數不得超過180天等應對措施 但各該措施之適用對象期間及程序均有限制 除難解侵害家庭團聚權制一律 亦可能因人員需促進辦理相關程序 而徒徵疾病防治之風險 原此內政部外交部及大陸委員會 或依有關法令或措施 使合法停留或居留至外國人 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花門居民且其配偶經住機制同性伴侶 父母或未成年子女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或合法居留者 警員會有依沒有依照案通過 請醫生員宣讀第五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有見於為防治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疫情 各級學校政府機關級公營事業 陸續或即將採購熱飲箱以及 紅外線鵝溫槍等防疫設備 為避免各級學校政府機關級公營事業 與招標過程漏位標明規格 以致採購不適量測體溫之設備 原此各部會應通知並監督所屬 與辦理採購案件時應確實與招標文件與相關契約 民進設備應符合醫療器材標準 並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合法之醫療器材許可證 宣讀完畢 請問會有依沒有依照案通過 請醫生員宣讀第六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應受武漢肺炎影響 嚴重傷害我國經濟活動 為行政院市疫情發展 而有在提出特別預算經費 以致運輸困證新需求時 行政院應提出原預算與執行之情形報告 及後續擴充預算之計畫 報警立法院同意後 時可進行 宣讀完畢 請問會有依 有依我們進行表決 針對本項附帶決議 民党團實在力量党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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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85人赞成3人反对58人弃权24人 赞成者少数决议不通过 请医生人员宣读第7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近来因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冲击造成严重激击低迷 导致民众财务周转困难可能无力缴纳相关税捐罚还等 而导致遭受行政执行为疏减民众压力 及暂时减轻疫情造成民众经济压力 请防务部行政执行处所属各分属除医务人或在外人 是因为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实施防疫措施 而招财罚之执行外 能替训民情酌情给予宽限期分期或延期几副缴纳 暂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等措施 必疏解民困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友谊我们进行表决 针对本相附带决议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 要求记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表决结结果出席91人 赞成3人 反对58人 弃权30人 赞成者少数 决议不通过 请医生人员宣读第八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近来因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冲击 造成严重警惕低迷 导致民众财务周转困难 可能无理缴纳罚还等或偿还债务 而导致遭受强制执行 为疏解民众压力 及暂时减轻疫情 造成民众经济压力 请司法院转至各法院民事执行处 除义务人或债务人 是因为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实施 防疫措施而遭财阀之执行外 能体恤民情执行时着流生活 所必须暂不许执行或延期执行等措施 必输解民困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有意 有意我们进行表决 现在我们民党团 时代力量团要求记民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一分钟 表決結果 出席91人 贊成3人 反對58人 棄權30人 贊成者少數 決議不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9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勞動部所推出針對性作業者補貼紓困2.0方案 清查及領取紓困費用資格項目其中之一項乃是必須之前 已加入職業公會之條件 導致原本已依據勞保條例第8條的準用 參與勞工保險之規定者 包含志願參加勞工保險之受僱於未滿5人之事業單位勞工 被屬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正面表 立業所指定之其他展業之營作業者 有實際參與勞動之雇主等接上司 能夠領取本次紓困費用之資格 清查勞動部統計資料 上述志願向勞保局投保 並且投保勞工保險第二級距2萬4千元之人數 目前共計13萬3千多人 勞動部應將職類人員納禁此次紓困2.0方案補助範圍之內 且不應是否有參與職業公會作為區別 勿略現況已於勞保局志願投保之勞工權益 原要求勞動部詳加研領相關紓困內容擴大紓困範圍 納入勞保條例第8條 志願參與勞工保險之人員 宣傳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意進行表決 現在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閃對 決定ождения 通常提辯切禁止 理人員 有仇全意 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表決結果 初期91人 贊成3人 反對58人 棄權30人 贊成者少數 決議不通過 請醫生人員宣讀第10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針對磐石艦官兵於艦上時24小時內於吃飯、洗澡或睡覺時沒戴口罩 於密閉空間及空調系統可能傳播病毒下 艦警防疫指揮中心訂定相關檢疫規定 包括訂定於密閉空間需戴口罩規定及罰則 針對杜牧艦官兵人員不需經過14天自主隔離 唯恐成為防疫破口 建請防疫中心訂定需自主14天隔離規定 另外建請規範出境艦隊之國軍官兵及人員之健保卡醫藥初期 否則診所醫院無法得知出境記錄 以免成為防疫破口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依沒有依照案通過 繼續進行 民眾黨黨團所提之附帶決議共9項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一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鑑於現今全球疫情持續蔓延 且目前國內增加之確診患者 以機場入境台灣確診之國人或外籍旅客 且以歐美地區入境者占比最重 有歐美航線史城城感染風險較高 為有效防護我國邊境之疫情控管 避免出現防疫破口 原要求行政院及中央流行一起指揮中心 應對從歐美入境之國人或外籍旅客 全面進行減減措置 才能有效控管疫情擴散 並保護國人健康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依 有依我們進行表決 民党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報告 2 Egyptian 調節結果出席93人 贊成5人 反對有18人 棄權30人 贊成者少數 附帶決議不通過 請醫生宣讀第二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鉴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 重創臺灣中小企業及從事零工經濟的企業 目前臺灣除了很多中小企業外 也約有45萬家從事零工經濟 個人工作室兼衛生等工作形態的企業 因為這破疫情原因業績下滑50% 然這些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時 銀行卻已存款不足 申請加速過多的理由拒絕 會使政府紓困補助 能直接幫助到這些因貸款條件被拒絕的中小企業 其從事零工經濟的企業 原建請行政院及經濟部的相規部會 演你是否仿效新加坡 直接補貼上述企業員工薪水 以超前部署的紓困方案 來協助中小企業及零工經濟企業及勞工渡過經濟難關 宣度完畢 請問願會有意 有意我們進行表決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民 believers 心上出甲 slowly 不容易 很多有意 跟香港有意 表決結果出席96人 贊成8人 反對58人 棄權30人 贊成者少數 決議不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三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為讓企業或個人能一段式了解各部會紓困與振興措施 經濟部退出免付費198 紓困振興專線 然該專線每日服務時間10小時 僅30名電話客服再接聽電話 每天製作可服1200通電話 但現在平均每天有超過4000通電話境線 無法滿足現實民眾諮詢之需求 經濟部雖以調派人手來增加客服人數 但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培訓並上線 相關進度恐懷不濟急 原要求經濟部一週內架設融資整頓服務申請平台 系統化提供資訊通過電腦條件式分析 以例紓困分流交測紓困案件申請之速度 宣讀IP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照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四項附帶決議之內容 針對企業貸款紓困方案截至4月1日為止 第一波紓困方案中之舊有貸款轉言 營運資金貸款及最新資金貸款之執行率皆不及三成 且1988紓困振興專線 也無法負荷逐日增加建增之需求 前進無論是政府端或是銀行端 處理或消化紓困申請案等能量省有不足 然對於企業紓困最重要的就是實效性 紅帕金額還沒到位就倒閉 原要求經濟部一週內邀請各產業 各產業工協會及各地方政府 就相關紓困分工進行討論 並將各產業工協會及各地方政府 納入共同協助紓困管道 以力過大量能透明化及消灰化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意沒有意照案通過 請醫生也宣讀第五項附帶決議 鑑於現今全球疫情持續濫延 政府紓困方案2.0 不能只救大型企業 也要救中小型服務業界勞工 我國現行中小型的服務業勞工 許多是臨時人物契約無定雇主 自營業者 打零工等不穩定就業者 面臨現實疫情衝擊 導致無工作簽約或合約終止 包括美髮業設計師 按摩師等 因為苦無聲音而面臨經濟困境 未使基層職業勞工能真正拿得到紓困救助 原建議行政院及勞頓目等相關部會 應與各職業工會合作 設置單一窗口簡化申請程序 以方便無一定雇主 自營業勞工申請補助 同時加強宣導讓勞工了解申請補貼程序 才能看得到也拿得到 並且要求行政院應協調統和各部會書櫃方案之宣導 讓有需要的產業或勞工知道如何申請才能協助產業勞工度過難關 宣導而逼 請務院會有意 沒有意招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六項附帶決議 基於政府為因應疫情發展 及時支應紓困及振興所需 再提出紓困點零方案 為救護基層產業及民眾 原件請行政院及相關部會書櫃認點零方案 應增列房東優惠機制與房客和弱勢族群 但業青年無薪假員工書櫃之房租補貼 依舊是以擴大營建署租金補貼範圍 將受疫情影響人員納入 並加大補貼力道 以力協助房客解決應無收入之租金壓力 同時避免房東租金損失之双輸局面發生 宣導而逼 委員會有依沒有依招案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七項附帶決議 基於全球經濟受嚴重跳出承人心肺炎衝擊 且疫情嫩延未明冷化之情況下 國內各行各業及民生未來將遭受重大影響 為因應疫情發展 政府洪在提出特別預算心肺 來支應紓困及振興所需 為使政府所提紓困及振興特別預算 能及時應所需 原進行行政院 依據嚴重特殊承人心肺炎防治 急疏困振興特別條例之規範 應是疫情情況 執行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包經立法院同意 使得以不超過原預算 路內在編列特別預算 送前立法院審議 以維護 以例維護財政機率上京監督資責 同時兼顧疏困及振興之所需 宣讀而必 請問院會友誼 友誼我們進行表決 民進黨團要求敬明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啊 復活 應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5人反对18人弃权28人赞成者少数决议不通过 请宣读第八项附带决议内容 建议严重特殊损染性肺炎防治及书困真心特别条例第七条 对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权限规定即为宽泛概括 而行政机关有关疫情防治之行政行为常不表明法律依据 此行形下民众常难理解且妨害民众依法究计 原提案请行政院督促中央各级行政机关 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采取各种措施时 均是行政行为限制分辨建行正当法律程序 并主动向相对的厉害关心人或不特定多数受影响之民众 充分说明法律依据 告知人民可以怎么救济以保障民众知悉的权利 并服宪法有权利必有救济的一职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医没有医招案通过 请医生员宣读第九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鉴于这可为因疫情发展 及时支应书困及顺心所需 再提出书困点灵方案 为照顾基层产业普及 为照顾基层产业及民众 原件请行政院及相关部会书困点灵方案 应资列房东优惠机制 与房客和弱氏族群待业青年 无薪奖员工书困之房租补贴 亦就是以类似包租贷款安心房东制度 来协助房客解决一亩收入之租金压力 同时避免房东租金损失之双输局面发生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医 有医我们 那本案策案所以不予处理 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所提附带决议 共四项 请医生员宣读第一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有限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严峻 截至4月12日已累计388例确诊 境外移入333例 本土病例55例 境外移入确诊数已超过本土病例的6倍 险见境外移入依旧属高风险群 目前实施国门管控后 至4月6日后入境者皆未打千人次 医疗量能足以负担绝对有能力实施全面补筛 为100%有效将疫情阻绝于境外 国民党团要求在确保国内筛减量能足够因因之下 针对所有入境人员采取全面补筛 一旦发现确诊阳性立即隔离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并集中检疫与集中管理 除将疫情阻绝于境外 亦补足此防疫破口 以确保国人健康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 有意我们进行表决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我们进行表决定 我们进行表决定 表决结结果出席91人 赞成33人 反对58人 弃权0人 赞成则少数本项附带决议不通过 请预示人员宣读第二项附带决议 有鉴于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线困振兴特别条例 以再次修正 并新增加中央政府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索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之编列 显示少也全面支持民间索困之决心 南世界各国对于疫情何时消除 并未有明确答案 顾各国政府随时有增加索困预算之准备 而我国财政拮据之情况 亦无法如其他各国市疫情大幅增加预算规模 原此为达到政府资源有效配置 理应由负责规划国家发展策略计划 促进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 以及政府治理等工作之国家发展委员会 于一个月内提供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 对我国产业劳工冲击影响评估 并将其报告送之立法院 宣读完毕 请委员会有意进行表决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如果本来就要抓车巾码呢 这个不用系着 主要截截截截截截截 啊 我们就这样写的报告就可以了 就这样写的报告 也有用的 不要把这件密码这样 这样密码 没有编过密码呢 我们写个报告这里 来就要整个密码的 编个密码 写个密码 表決結果 出席87人 贊成28人 反對59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 附帶決議不通過 請宣讀第三項附帶決議 針對中央政府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社會各界軍官新規執行與績效 未有效及及時達到監督之責 理應全面進行公佈執行情況 原此要求各機關應於一週內建置 中央政府嚴重特殘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執行預算資料專屬網站 並每週更新執行情況 一例全面監督 宣讀完畢 民意願會有意義進行表決 民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請議進行為 critique女報明巳��라勢訢 kid informed請坐 occasions 是郓昌的議員通 Francemaker Channel 這網站中央政府分開的議員通銀誌訢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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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of a quik ciento 面前後不中央政府鼓yer間�� rằng對歓声iny 這次我還在公開了一下 我們就回來了 你說的我們分開的 來 喊喊 還不會喊喊 這裡今天就沒事了 調結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30人 反對59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 決議不通過 請醫生人員宣讀第四項附帶決議 有建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依第七條所發布 實施必要制應變組織或措施 就個人資料之收集 利用及處理 對特定職業身份者加以注記 應於注記後 三日內即注記目的取消時 以書面及手機簡訊主動告知當事人 以保障及維護人民的權益 宣讀完畢 請問議員會有意進行表決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報告知間地不度過 福視面海豪環 Hans議員會 Schwarzen群 分析積極� 福視線ilt parole ataque掌握 自流出席媽祥 館 投責亂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出席87人 赞成28人 反对59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 本项附带决议不通过 继续处理民进党党团所提附带决议共6项 请医生员宣读第1项之内容 问题各界了解 中央政府严重特残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兴特别预算之执行 行政院因地起于 以本条例第18条规定设置至专门网站中 公布本特别预算之执行情形 宣读完毕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招案通过 请医生员宣读第2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财政部因依营业税法第39条规定 协助受严重特残染性肺炎影响 而发生运用困难至营业人 向西政机关申请退还营业税制 亦付留底税额 以立期资金周转并维持营运 宣读完毕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招案通过 请宣读第3项附带决议之内容 未受严重特残染性肺炎影响 发生运用困难至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 交通部应一交通部观光局办理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 必要营运负担补贴作业执行要点 以防税及地价税25%为计算原则 并考量财政横平 依预算设定合理的上下线补助金额 协助观光旅馆业或旅馆业 减轻其必要营运负担 宣读完毕 营业会有意义没有意义 招案通过 请宣读第4项 为防止疫情传播 国内民众除以法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进行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外 更有基于疫情控管 勇敢进行相关举报 而导致工作权益受损者 配合本次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线困症性特别条例 第9条之一及第11条修法 县请劳动部卫补部研领补救方案 针对应举报疫情 而因此遭受就业不公平对待 及追悼者可能面临知歧视问题 尽速提出相关保护机制 避免因个别案例产生寒蝉效应 伤害国人对防疫共同之努力 宣读完毕 务院会有意 没有意 招案通过 请宣读第5项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满眼全球 行政院业以通过第二阶段 扩大纾困振兴方案 总计规模达1兆500亿元 除防疫经费外 上包括7000亿元融资额度 协助受疫情影响之企业及劳工资金需求 匡列1035亿元直接播放现金与其他补助 如今混企业员工薪资补贴 自营工作者补助 弱势补助 减班休息者补助 扩大就业方案等 令证对严重受影响之产业 提供营运资金补贴等各项纾困措施 鉴于疫情尚未明朗受冲击之企业及民众 其营运或生活压力日增 为让相关纾困措施确实到位 原请各部会应秉持宽怀及方便之原则 加速办理 必使受疫情影响之企业及民众 能尽快获得协助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 没有意 招案通过 请宣读第六项 鉴请内政部研议租屋族群之纾困机制 扩大租金补贴政策 协助受疫情影响而减少收入 或无收入之房客 减缓租金压力 重宽认定 以利于其获得补贴 必使 弱势族群度过难关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 没有意 招案通过